蒋经国的《台湾时代》作者林孝廷在接受媒体访谈中表示 这不只是一本领导人的传记 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某种缩影的记录 林孝廷细述中华民国曾经活跃于国际舞台 却从联合国安理会五强变成当今国际的孤儿 她说读者或许可以不认识那些已消失在舞台上的政治人物 但不能不了解台湾如何走到现在 1970年代在台主政的蒋经国历次面对失去盟邦 悲愤与压力交织的历程 以及白色恐怖 经济起飞 到1980年代本土化和民主化的蜕变 那段历史继续影响着此刻的台湾 蒋经国的《台湾时代》30多万字 林孝廷直接以中文写作 1971年出生于台北的林孝廷说 高一时参加国庆日游行 在总统府广场前 曾经近距离看过执政最后一年的蒋经国坐在轮椅上 向群众挥手 而短短三个月后的1988年1月 蒋经国离世 当时种种林孝廷记忆游身 林孝廷毕业于台大政治系 政大外交研究所 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部博士 因缘际会到美国史丹佛大学服务 2007年获聘为胡佛研究所研究员 投入近代中华民国历史的研究 2010年起担任胡佛档案馆东亚馆藏部主任 蒋经国私人日记2020年2月正式对外公开后 林孝廷是最早接触的学者之一 蒋经国的台湾时代并非只聚焦在小蒋日记 抱持着客观的历史研究 要建立在多种档案资料来源的基础之上 自2015年起 林孝廷有系统的在美 英、日、台等地搜集 阅读与消化与蒋经国相关的中、外文史料 书中第二章提到一位与蒋经国交好 有私人情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人员蓝日慧 为了找出这个特殊中文译名的英文原名 林孝廷从不同管道 包括CIA图书馆和台湾外交部1950年代的 外国驻华人员通讯录等 依然无法在新书出版前寻知 对林孝廷来说是汉式一桩 也凸显历史研究可能遇到的困难 尽管蒋经国日记中 许多内容不图外界对过去历史的理解 林孝廷从中仍有新发现 像是50年代的白色恐怖 蒋经国对于当时不少台籍青年涉入匪谍案 在日记里曾表达其私人的同情 但未因此而让政府停下肃清匪谍的脚步 显见其心中的矛盾与纠结 另外 富有督导情治工作权责的蒋经国 对于当时情治部门内部的严重缺失 他严厉批评 改革却不容易 两岸之间透过香港等第三地进行接触的传闻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 一直没有中断 蒋经国的台湾时代作者林孝廷指出 1958年11月29日 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载 收到身在香港的曹巨人来函 代表北京向台北提议 以1949年被中共俘虏的前国民党将领 黄维、杜玉明与康泽等诗人 交换遭蒋介石软禁的张学良 中共并提议以2亿美元购买在台故宫文物 蒋介石日记中反而没提到此意来函 蒋经国对于北京提议的回应是 由曹在来信中所提之各种条件可以看出 非方给予想出各种可能想出来的办法 与我发生接触 以达成其政治之阴谋 认为对于敌情应做冷静与祥密的判断 不可措施 攻敌之机会也 林孝廷表示 此后不久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 毛泽东不再担任下一届的国家主席 因此买故宫 换服等提应是否和当时中共内部权力更迭 有所关联 值得进一步研究 世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难一致 林孝廷从客观 持平的角度认为 白色恐怖时期蒋经国督导情治工作 所应担负起的历史责任问题 是难回避 另一方面 人们不能忘记蒋经国主政下 对台湾其他面向的贡献 他以书中呈现的故事和观点 引导读者自己思考 评论记者陈峰综合报道 6号 7号 1号 8号